加拿大安大略省前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8月下旬 在多伦多就近期香港时台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香港各方面的强项一点点减少 东方之珠就会熄灭 他希望港人痛定思痛 珍惜香港 团结发展 陈国志幼年时随父母移居香港 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 之后移民加拿大 他曾经先后出任安大略省税务厅长 旅游及文化厅长 公民及移民厅长 以及国际贸易厅长 曾有十多年从政经验的他 在多伦多华人社区拥有较高知名度 陈国志一直关注香港发展 对于香港近期事态深感担心和忧虑 当然安心 香港这个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是 其实几年前 占中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 在一个景中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 计时炸弹 其实已经是 隐藏了在香港 都几久的时间了 这次香港的动乱 我经常在想就是 为什么年轻人会这么 激烈去做这件事 so passionate so committed 去做这件事 另外就是 why so many people 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困体 如果不是有 这个里面 这个深藏不露的组织 或者在外面 深藏不露的推动 根本没可能 香港能够 是一个 几个月来 一个这么 这么庞大的一个 以在加拿大生活 整整50年的 陈国志认为 此次激进示威者的 暴力行径不断升级 暴力程度相当严重 甚至极端 对于有媒体指香港警方 过度动用暴力的说法 陈国志说 他认为 在如此大规模 持续的示威冲突中 目前无人死亡 伤者数目已有限 香港警方在应对 动乱的过程中 始终相当克制 容忍 其表现和勇气 应与高度在扬 谈到一国两制 22年来 在香港实行的如何 陈国志举例说 加拿大有三十几万人住在香港 如果香港这个制度 如果真的这么不自由 这么不民主 这么坏 这么坏 这么垃圾 为什么这三十万人 还住在香港 所以一国两制就不去改变 如果谁想说香港要动压 分离的 不需要做讨论 一国两制 香港这个地方属于中国 不需要做讨论 陈国志认为 动乱令香港遭受重创 很多家庭和整个社会都被撕裂 香港的国际声誉也受到负面影响 动乱对于香港将来的发展 已构成很大阻力 尤其令他担心的是 香港有可能正在失去一代年轻人 这个警钟应该想够了 香港政府一定要对正太阳 去处理这些事情 这些年轻人 都没有那些年轻人 全香港市民都要想心一切 其实就是香港来说 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一个 这么多年 能够继续了这么多好东西 应该继续享受它 不要把它毁坏 希望香港人以前的明知 能够保持它 现在仍然是明知 将来仍然是明知 应该是统定是同 大家一定要团结 订出一个方案 一定小动 多在民生方面去发展 把这个比较东方之珠 现在就哭了一点 希望能够再明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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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